一位法国的教育家认为,中国人将儿童当作成人,却将成人当作儿童。 确实,在传统教育下,当儿童还是很小的时候,就要他们读圣贤之书。 这些书,当然只有到了成年才能理解的,因此就要求儿童先去死背下来再说。 然而,当一个人长大了以后,却又将他当作是一个不道德的主体的处处去看管着他。 连婚姻也没有选择的自由,因此基本上仍然将他当作是不能自主的儿童。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种颠倒错乱的做法,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当儿童的心灵还很脆嫩的时候,就给其灌输阶级仇恨在心里长了根或者是盲目拥护一类东西。 而当一个人长大了以后,又从多方面的安排,强烈地暗示他是一个没有独立判断力的人, 基本上将其当作是一个性还没有萌芽的儿童,因此连谈恋爱也诸多阻难。 此外,还培养人用类型化而不是用具有个体化深度的方式去看人看事。 因此,在成人看的小说与电影中,都一律搞黑白分明,一开场就知道好人是谁。 坏人是谁,如此,可以省掉了十岁以下的儿童在电影开场时常要询问父母的问题。 然而,说中国人将成人当儿童则可,认为他们将儿童当成人,则牵涉到定义问题了。 强迫儿童去接受他们的心灵发展阶段还未能吸收之事物,自然也可以算作是把儿童当作成人。 然而,这并不意味去灌输他们人格平等的观念。 因为,中国人既然将成人儿童化,搞到连成人的人格尊严都没有,还怎样去培养儿童的人格尊严。 因此,要儿童去吸收超出其理解力的事物,只是替未来将成人儿童化铺路。 这种用外力强加的办法,正是为了去培养他这他律的人格的。 话而言之,就是不要让内省市的自我基础出现。 在传统的私属中,儿童必须去背诵其不理解的东西,自然使其对这种枯燥与阴郁的教育心怀恐惧,兴趣所然。 因此,熟师的唯一方法,就是一个言字。 他必须经常板起面孔来威吓学者们,而且多半还背有一根可以伸到教室中每一个角落的长竹竿,随时对以对不听话的或背不出书的学童敲下去。 所有的这一切对儿童的,一生发展都是不健康的。 在今日的中国,当然已经不再存在这种情形。 然而,为了不让内省市的自我浮现,因此在一个幼儿还未能选择之时,就灌输其某种思想的做法,却仍然是一种常情。 至于中国人的传统家庭教育,也是朝着同一个方向。 中国人要求父母们达到的理想标准是严妇慈母。 因此,母亲扮演的角色,必须是慈祥的,对子女纵容的。 而父亲要扮演的角色,则必须是严厉的,对子女威吓的。 一般来说,在五六岁以前,儿童是在慈母的纵容之下度过。 五六岁之后,就处于严妇的教编底下了。 因此,在这里,杨宇娇似乎也有一个形式上的分工。 然而,不论是在谁的塑造下,都不是朝着个体的人格成长的方向发展。 个性竟然无从出现。 每一个人生活的意向,最集中在大家一样的身体化的需要之上。 至于超乎自己的身体化需要的道德生活的主要内容。 则表现为对别人日常生活,齐居饮食的关怀与照顾之上。 在家庭中,慈母对子女的照顾,一般来说是养。 但也只能涉及身体化的需要,饮食、穿衣、睡眠, 其中亦以饮食为主要内容。 本来,世界各地的父母对幼儿也只能照顾到这一个地步。 因为人格之形成乃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是不能代劳的。 然而,中国人对下一代的教养,并不着重发展个性, 而只是要其去迎合别人, 一极是培养和违规于西征的态度。 而且,中国人对子女的感情训练, 也不是准备使其独立, 而是使其永远地对自己依附。 因此,就将这个以满足口语为主的身体化阶段无限地延续下去。 一极是永远将其当作是只处在一个阶段的人。 一个人即使到了三四十岁也好。 在慈母眼中, 却永远将其当作是一个必须常常用食物填色的小宝宝, 而不是当作是一个性已经萌芽了的成人在这一个方面。 上一代永远是采取惠莫如深知态度的。 因此, 中国人不论在思想感情方面, 亦或是身形体态方面, 都出现了严重的非性化倾向。 这种永远将儿女当作是小宝宝的作风可以用鲁迅的一段话下评语。 所有小孩, 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 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 鲁迅, 热风二十四孝中老来于亲的故事, 就很明显地表达了一个人在父母面前的永恒童年状态。 中国社会要求严富做到的是另一种任务, 那就是叫 如上所述, 中国文化注重培养的, 是一种他智他虑的人格, 因此必须把每一个个人都当作是不道德的主体, 而不是一个用内省的方式做自我决定的良知主体或权力主体。 因此, 就不去训练每一个人用选择或批判的方式去接受社会的规范, 而必须像驯服野兽一般, 用外力将他制服。 严富为了完成这一项任务, 就必须用威吓的手段, 甚至出手道打。 即使一个人的气质是不严厉的, 在子女面前也必须装出这副面孔, 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害了下一代。 正如三字经所说, 养不教, 父之过, 教不严, 师之堕。 严富既然是用训兽的方式去教养子女的, 因此, 在对即使已经成年的子女施宜打骂时, 就往往以畜生称之。 然而, 假如训兽师的殿边没法除尽狮子与老虎体内最后剩余的一点兽性, 那么, 中国人的这种他智他虑的方式, 除了在人格的主要内容方面造成没有个性, 没有尊严, 逆来顺受的态度之外, 也是没法自除尽人的最后一点私心的。 因此, 中国人虽永远地被保持在一个他智他虑的童年状态中。 鲁迅说得好, 中国人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 不是人的父亲, 他生了孩子, 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国人的身 与西方人或是拉丁人不同, 中国人把个人看作是一个身, 也就是一个身体。 对于中国人来说, 身体比心灵或是灵魂都更加重要, 所以中国人特别注重养身。 中国人的语言当中, 对个人的描述也充满了这样的概念。 例如, 描述自我, 便可称为自身本身。 将一个人的所有, 叫身家。 将一个人的来历, 叫做出身。 将一个人改变了命运。 是翻身, 将一个人的感觉。 叫体会, 身体力行。 对一个人的攻击, 叫做人身攻击。 等等, 可见, 对于中国人来说, 对一个人的描述, 完全是身体性的。 一个中国人, 就是一个body。 而他的心灵与灵魂, 就不那么重要了。 而对中国人来说, 生活最大的主题, 就是保存这个身, 就是明哲保身。 中国人的心。 中国人也有心理活动, 但是中国人的心, 不是用在自己身上的, 而是用于关照他人。 上一辈的中国人, 总会教导年轻人先人后己, 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 汉语词典中, 人的不分意思, 就是等同于他人。 中国人将与心有关的词, 总与他人有关, 如关心、伤心、 喊心、操心等。 中国人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合和性, 认为只有自己先关心了他人, 他人才会关心自己, 于是在不太熟悉的人相见的时候, 先要将自己的心作用于他人身体之上, 然后别人才会将他的心交给你, 作用于你的身之上。 双方交心之后, 于是都安心, 这样就变成了自己人。 中国人的人性设定。 西方人的人性是以获得圆满的灵魂为中心的。 灵魂这个东西是超自然的, 是超越物质与精神, 乃至是超越今生今世的。 西方人把肉体和精神看作是一个整体, 认为肉体就是一部机器。 许多时候, 他们只是粗茶淡饭, 把肉体填饱了去实现自己的精神需要和灵魂需要。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西方人义无反顾地去挑战自我。 游海峡的, 坐热气球环球旅行的, 到中国农村来之叫的, 很多是出于灵魂的完善, 觉得自己这样做是灵魂的趋势。 有时候在这种问题上的有意无知和有意迷信, 往往会让人觉得更加快乐。 西方人最重要的, 个人都是统一于灵魂的。 再说拉丁人, 拉丁人的人性设定中, 重点是精神。 精神包括其激情、感情和精神认知。 所以拉丁人对于生活的热爱通常以欢歌、 美酒、家人的方式来表达。 这是他们追求激情的具体表现。 而在社会生活中, 拉丁人也非常重视自己的精神追求。 所以他们的政府当中的反对派也是最多的。 政府经常倒戈。 在社交中, 拉丁人把宗教中讲到的灵魂作为自己精神认同的参考。 而对于世俗的评论, 他们一方面要顾及, 而另一方面也非常顾及自己的精神追求。 中国人就不一样, 中国人生活的中心是肉体。 凡事皆以照应肉体为主, 要求吃饱穿暖, 注重饮食文化, 讲究安身敬仰。 在社交中, 对于世俗的在意是最多的, 对于精神的关心则很少, 对于灵魂更是闻所未闻。 中国不存在超越现实的宗教, 一切都是要求现实就有报偿的。 二人结构 中国人从来不是一个人, 而是通过一个基本的二人结构来完成社会结构的。 一个人把自己的心, 关照到另一个人的身上, 而另一个人也同样这样回报, 双方都在对方的关怀之下达到了安身的目的。 而同时, 双方因为交心, 也同时安心了。 所以一般来说, 中国人之间的互相问候就是你身体可好, 或是你别来无恙, 讲的都是对对方身体的关心, 而另一方则回答, 你有心, 谢谢你的关心。 这一问一答, 正是对中国二人结构的最好描述。 中国人最常见的二人结构, 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五常, 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儒家说, 仁者、仁也, 就是这个意思。 仁这个字拆开就是二人, 也就是说, 一个成功的为人, 就要讲究二人的相对性。 所以中国人都讲究相对, 两个人当中的另一方称为对方, 相适合的事情称之为对, 否则就是不对, 有什么错误就是对不起。 中国人的这种相对性的二人结构, 比较为成熟的个体, 被当作没有长大的半成人来对待, 而结了婚又没有小孩的, 则又会被有小孩的当作未成熟的个体来对待。 相对的, 在中国没有具备二人关系的个人, 都被认为是一种可怜、失败、 不能自理的状态。 凡是描述一人的词, 多是贬义的, 如、孤独、孤单、寡人、孤立、 行淡、饮之等。 中国人的吃文化与口腔化倾向。 中国人对身的关心, 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吃。 吃饭, 是对身体最直接最简易的关心。 所以中国人为了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好感, 必先要请客吃饭, 客人吃过之后, 便是领了情, 双方一较心, 就成了自己人。 吃, 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拓展, 创造了一个契机。 而西方人往往不管这些, 吃便吃了, 行还是不领的。 并且西方人不愿意接受他人的好意, 害怕对方利用卖人情, 从而达到对自己的控制。 中国人于是发展出一套与吃有关的, 用于描述人际关系的语言。 没有交往的人, 是生人, 不能吃, 相互有交情的人, 是熟人, 可以彼此依赖, 在人群里是不是好过, 称之为吃得开或是吃不开, 对于看不惯的人, 叫做不吃他那一套, 对于不好相处的人, 称之为孤寒, 冷淡, 都有艰涩难吃之意。 圈子 中国人通过不断重复的二人关系, 连结出一个又一个圈子, 在圈子内部, 人们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 个人要在某一个圈子里面成为中心, 则必须压抑自我, 多吃亏, 关心他人无微不至, 往往这样做了的人, 会被大家认为是圈子里的仁义之人, 获得尊重。 在这样的文法规则之下, 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权谋之术。 在圈子内部, 既然大家都已经较心, 于是便可以在圈子里面安身, 也可以通过关心他人来使自己安心。 所以中国人多不习惯西方的环境, 因为西方没有中国这样的圈子, 中国人到了美国, 大多数事先来到唐人街之类的地方, 进入中国人的圈子以求安身。 中国人在国外的事情, 也是致力于安身下来, 而不是更广阔地接触社会, 开放自己, 发展自己的心灵与灵魂。 所以中国人的圈子的文法规则 与二人结构是一致的。 他之他旅, 中国人深安对于与他人相处之道, 然而对于自己的一个人的世界, 就不那么在行了。 西方的小孩常说的话就是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而中国的父母却常说, 你还是小孩, 不能如何如何。 西方对小孩叫培养, 中国对小孩叫管教, 这些都是迥异的。 在往大了, 中国人就对自己无法控制, 例如随地吐痰, 乱丢垃圾, 不自觉地挖鼻孔, 无法控制地抖动手或视脚, 在公共场所突然做出李小龙一般的动作等, 中国人的不成熟倾向是严重的。 然而在有二人结构存在的环境下, 中国人却可以显示出让人感动的大度有礼貌。 例如, 圈子内的人可以相互欠钱, 并且在对方相归还的时候, 大手易会说, 算了, 或是自己无意间提及需要什么东西, 在此相见的时候, 对方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 亦或是对方宁肯自己不去玩乐, 也要陪自己去买必须的东西等。 然而这样的礼貌往往与中国人在圈子之外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例如坐公交车时, 彼此之间不认识的中国人相互推丧, 似乎要把别人挤下车方才甘心。 而如果突然遇到一个熟人, 则又会将熟人让到前面, 还会替对方买票。 中国人就是通过二人结构中的另一方来约束自己的, 直接地说, 就是做给别人看的。 可见, 中国人的真诚与面子背后, 是荒芜的个性和踏智踏虑的人格。 对待外人和外面世界的态度 中国人对待圈子之外的人乃至中国文化之外的人时的态度就是矛盾的。 一方面, 对于生人, 中国人采取的是区别对待, 因为只能通过打压外人, 才能显示对圈子内的人的不一般的关心。 所以中国到处充满了内部图书馆、内部规定, 对于陌生人的冷漠和对于熟人的热情。 另一方面, 对于中国人想要接近的, 特别是有一些特别地位的陌生人。 中国人又显得特别谦卑, 处处压低自己, 给别人以优待, 给这样的陌生人以特殊的待遇。 例如许多到中国来留学的外国学生, 中国人都准备了单独的留学生公寓, 让他们住在空调的房间, 并且不允许中国人进入, 以示优待。 殊不知外国学生并不习惯这样的集体管束, 反复与校方发生矛盾, 并且在国外对待留学生, 往往只是让他们和本国学生住在一起。 所以对待外面的世界, 中国人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想象, 觉得他既然是圈外的人, 想要获得我圈内的资源, 就理所当然的应该来求我。 或是对待想要接近的人, 觉得我既然已经对他好了, 他就理所当然的来报答我, 也对我好。 然而这种中国人的文法规则, 却很多时候不起作用。 许多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这种关心并不领情, 他们与中国人谈生意, 对于中国人不谈正事, 却先要请客吃饭并不理解。 即使在中国国内, 这样的情况也时时发生。 许多青年追求女友, 觉得我已对他好了, 为什么他还不报答我? 于是转而变为愤怒和报复等。 中国人对待圈外人的冷漠, 是有圈子内的二人结构为其撑腰的结果。 中国人对圈外人的优待, 又是利用二人结构希望获得对方的回应。 中国人对自己二人结构的文法规则的依赖, 就是中国人个性的压缩。 儿童化与老年化的并存。 中国人的二人结构的社会, 的确给人以人情为十足的感觉, 但这样的感觉有时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在二人结构的统治下, 中国人都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自我, 必须要依赖他人, 才能定义自己。 问一个中国人, 为什么要发财致富? 他一定要说一是为了光宗耀祖, 一是为了因则子孙, 就是不说是为了自己。 因为这样说不符合二人结构, 会被指为自私、孤傲。 所以很多时候, 对于中国人来说, 在压缩自己的存在, 一方面, 相对父母, 自己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 常有三十多岁的女儿, 还向父亲撒娇。 另一方面, 相对于下一代人, 自己又必须与他们相对, 成为他们的父母。 所以, 小小年纪, 就要有向下一代人交心的责任感, 于是自己又显示出老年化的倾向。 国人到陌生的环境, 面对陌生人的时候, 要么就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手足无措, 成荒成空, 要么就像一个老头子一样, 故作深沉, 远离他人。 中国人不懂得如何通过合适的方式, 去展示自己, 不懂得如何用浪漫、 幽默、 从容的态度与融入。 这种儿童化与老年化的并存, 却恰恰挤压掉了中国人的青春时代。 中国人于是没有反叛, 没有与主流社会和前辈对抗的年龄段。 要么是儿童, 要么是老年, 独独没有青春。 这种失去自我, 不懂得自我经营的事情, 在中国人的婚恋问题中特别突出。 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人, 热衷于为他人介绍结婚对象。 当人们发现一个人没有结婚, 形单影子的时候, 总是生出一种可怜感, 认为他是孤独的和不能自理的, 于是一定要帮他介绍一个人结束他的单身状态。 很多中国人对于如何组织去追求异性, 往往不知所措, 不懂得如何组织, 不懂得如何愉悦对方, 而往往是把对方吓坏。 如此产生很多畸形的恋情, 乃至悲剧。 青春的一代往往对社会充满反叛, 而这种反叛往往是社会前进的动力。 中国人却没有这种反叛, 所以社会的进步总是非常迟缓。 纵观二战后的世界青年成长事, 你会发现, 中国的青年反叛时要比西方的青年落后十年。 西方在六十年代有所谓垮掉的一代, 而中国至八十年代, 西方的青年走入社会主流, 而中国才有了一些反叛的表现。 产品主义 中国人对于自己在群体中的利益有一个预想, 即我能得到什么, 当自己得不到是, 也不要他人得到。 如果他人要在群体中出头, 则必定要去阻挠, 要实现群体的平均性。 当一个人太出色时, 群体中的他人就已为你拥有特权所以区别对待, 不再把你当作圈子内的人。 而一个人如果有任何区别于他人的行为, 人家就会认为你自外于国人, 打压你而把你当作外人对待。 所以中国人做事情总是不敢以自己的原则为准, 往往要看他人的表现形式。 即至今日, 中国仍然有求富的情节, 有共富情节, 还是产品主义的残留。 不能承认自己的局限, 不能承认他人的长处, 害怕的是自己无法与他人再结成 可以相对的二人结构, 无法使自己安身。 这也是中国人的儿童化使然。 一个多世纪以来, 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话题 已经被讨论得太多太多。 鲁迅、百扬, 一代代精英反思、 批判、痛骂甚至诅咒国民劣根性。 梁启超、 陈独秀、 胡适、 各派知识分子苦心积虑, 提出种种国民性改造方案。 为何国人素质太低之音, 仍然不绝于耳? 近百年来我们错过了什么? 国民劣根性的改造从哪里开始? 本文选自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作者孙龙基用这本书无情地 把中国人赶出了几千年的精神温室。 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中, 重新审视个人观念、 精神危机、 家国关系等根本问题。 传统社会为何诞生这种文化? 这种文化制造了多少 无法挣脱的困境? 又如何决定了 每一个人的深远命运?